好 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刚刚谈到这一次司法院长 这个赖英赵呢 他为了这一次这段时间的 这个司法贪图的案件呢 其实他希望能够请辞来 做一个政治负责的动作 好 我们稍后还持续来带你来讨论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先来带你看 今天这个刚刚一个最新的连线 这是在警方办案时候出现的一个状况 这是高雄市警方刚刚在美术馆 一栋这个大楼追扫毒贩 追捕毒贩的 结果警方在追捕过程当中开枪市警 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位民众被这个撞伤了 还有一名警察也受伤 我们先连线给记者包经营 好 那么透画面看到 这个是警方正在追捕毒贩的时候呢 两名毒贩他驾驶的白色小轿车呢 当场撞上了路边停放了两辆车辆 那么车头呢还立刻冒烟 那么透画面可以看到呢 随后警方是立刻赶到 不过呢在这个驾驶座的毒贩 一下车呢是立刻的汽车逃逸 那么警方立刻追捕了一百多公尺 那么才将这个嫌犯给逮捕到岸 那么另外一名躲在这个副驾驶座的嫌犯呢 因为当场腿软 所以呢警方呢是立刻打开车门 将两名毒贩给逮捕 那么事实上这起警匪就起案 发生在今天上午十一点多钟 那么两名毒贩呢 他是驾驶着脏车 已经刚刚去古山区的时候呢 发现有这个警车啊 两名嫌犯当场心虚 因此加速逃逸 那么在逃逸的过程当中呢 两名毒贩甚至撞伤了一名骑机车尾随的这个远警 另外还撞伤了一名路过的机车骑士 那么这两名受伤的远警跟骑士还好 伤势并不严重 目前送医治疗已经没有大碍 那么警方呢是在车上 找到了三包安非他命 那么将两名毒贩移送法办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棚内 好谢谢金颖 我们看到这一起追捕过程当中 是带不到了毒贩 同时呢还好是受伤的人呢 现在都没有大碍 这是一个最新的现场消息 好刚刚我们在讨论的 这个是司法院长赖英赵啊 他现在是请辞获准了 传出现在接任的远选 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了 包括可能是苏永卿 也有可能这是陈长文 这两个人的呼声都出来了 不过针对苏永卿的部分 有人觉得呼声比较高 身为学者的这个苏永卿呢 因为他曾经在对岸教书 加上他的政党色彩浓厚 现在呢就被批评说 如果他出任的话 其实并不超然 蓝绿立委其实都不赞成 由这个苏永卿来接任司法院长 这时候如果是外面 再找一个学者进来 这个学者 基本上法官现在的士气很低落啊 再找个学者进来 去改革他们的话 又会引起法官的反弹 又会引起法官 很多人想要转任律师 那反而造成的 我们整个司法的工作 反而造成的一个阻碍嘛 所以我认为说 那个现在的学员先代理一阵 是比较适当的 你如果说 这时候急于要去找接任的人选 那么又引起很多外界的揣测 其实反而是未见其立先见其弊啊 无论传出来的是 苏永卿也好 陈长文也好 我们只能够用四个字 惨不忍睹 好 就是到惨不忍睹这样程度吗 由于苏永卿出任的话 大家外界会质疑的是说 他跟马总统的关系 其实长远以来 其实就是很好 所以刚刚也就像是 陈长文提到说的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是关系尽的话 这样出任 其实还是会被挨骂嘛 但是现在这个蓝瑞立委 其实都对于苏永卿出任 都是很像不太赞成的 蓝轩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当然这个 对马英九来说的话 是他的挑战 他的考验啦 我们对这方面不是那么熟 也很难给什么 太积极的建议 但我觉得苏永卿这个人 就大家可能熟视的程度 还算是有 我是觉得说 他因为到大陆去教书 因此在担任 院长这个部分就有了瑕疵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是扯太远了啦 我觉得这个大陆去教书 从一开始包括说苏启 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就提到说苏永卿 去大陆教书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纯粹的 这个人文这个教育的交流 我觉得这有点太扯 但至于谈到说 学者在这个阶段来说 对于司法的实物 是确实需要大陆互服改革的时候 一个学者适不适合 在这个时候可以引领法官 做自我的改革 制度的改革 跟可能风气的改革 我觉得这部分倒是可以去思考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法界来说的话 我相信你得让他们服气 就是某个时候要让他们服气 或许不像这个生长大说 可以找到一个真正 可以威慑他们的人 但我觉得至少要服气 服气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事情推动起来 比较来得得心应手一点点 那对于马英九来说的话 我是认为苏永卿对他来讲 当然同学和同期的嘛 那他可能也了解马英九的理念 然后知道说他对于这个司法改革的迫切性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是不是非得要两个人 麻吉到这个程度才可以担任司法院长 我觉得倒不尽然 所以我是认为苏永卿这个人 他如果要出任司法院长 其实相关的争议 你用过去这段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来看 一定会有 一定会蛮大的 所以对于马英九来说 我觉得除非找不到更适合的人 或者说他找了苏永卿 他必须要给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 就除了我们俩熟之外啦 除了我们俩很熟 除了他了解我的这个司法改革的理念之外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 实物上的经验也好 他有什么样的个性的特色也好 足以来这个关键时期 做这个一件关键的事情 那如果这边没有办法说服人的话 我觉得或许他会期待 有没有更棒的人选 更不一样的人选 我想这一两天 大家急着去找 当然就在口袋里面翻一翻 可能这两个人 大家比较容易浮上台面 我相信再给一点时间 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以目前我来想帮他想 马英主如果要挑 当然先从司法界里面的人找 但是要找 就是我讲的 找那个备分又够了 又外面没有什么批评的 大刀阔斧的 就是很理想的人 梦幻人选 其实找不到 那如果万一找不到的话 有没有没有那么梦幻 但是还可以的 目前食物界没有这些梦幻的人 火这的话从大火干里面 目前现有大火干里面 就可以挑到人了 挑不到嘛 那你挑不到的话 你才需要从外面来找 从外面找的话 那一定是 不是律师 就是学界 就是这些政界啊 反正看你有没有资格 有些人是政治 但是本身是法律 看怎么挑 你说赖英照原来想 赖英照原格来想算政界的 你看他从政的时间比 从法律时间多 那你这个两个人 好 目前大家先提出来 就是施永钦 陈唐文 就目前大家认为 比较有可能的人选 所以觉得施永钦的几率比较高吗 当然施永钦几率会比陈唐文高 陈唐文背負比较高 你看他写文章 他就是总统的老师 你会找一个老师来当司法院长 来对我指指点点吗 有啊 阿扁啊 阿扁当时没办法 因为翁月生 他是司法师在那边太多 那舒永钦呢 第一个 我是觉得如果要找舒永钦 跟陈唐文比 我是认同舒永钦的 舒永钦写了有关宪法的文章 很多公法学的文章 我是很仔细看 我是觉得他的观点是 我是蛮欣赏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学者来由 学者的好处 他假如是一个 很指着的学者的话 他可以没有司法界的包护 他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对司法师傅不了解 但是舒永钦对司法师傅 不会很不了解 因为他有个老婆 有个太太 是现在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 所以就问他太太吗 不是 但因为 他就是因为有太太在司法界 那多少对司法师傅 多少会比较清楚 但是他不能说 你先生来当司法院长 你太太也当最高行政法院长 这个法院都你们家的 这个 这种情况下 他的老婆就必须要辞职 辞职院长 还有这个问题 他老婆以前当过大法官 当过大法官 然后当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 就说现在这个司法改革的 这样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的时候 其实讲到说所谓的苏永钦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质疑 除了他在这个学者身份 罚物件的这个实务经验 可能没有这么足够之外 另外也是因为 他跟所谓的马总统的交情 如果说他真的进入到这个体系 大家会对于所谓的好 现在这个马总统要改革 他又找了一个自己人来了 所以就会烙人口食 而对于这整个 现在整个司法改革 就改不下去了吗 沈大老怎么说 我觉得总统 除非问问不得已 不要从外面去找 我觉得一定要从司法界里头 从业内里头去找人 我觉得因为刚刚 我同意这是第一要件 找不到再找 我刚刚英文有讲过 因为从里头找 有缺点有优点 一个就是有包覆 但是第二个就是熟悉 那我觉得包覆可以丢掉 但是熟悉度很难短时间内去学 那现在司法院长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当下 这短短的未来的一两年内 大家看了就说 你如何处理这些贪毒的法官吗 那这个要 除了你要有魄力 除了你要觉得说我来干好了 那你当然要对法官的生态 法官怎么乱搞 你一定要熟悉嘛 你熟悉了才下得了手嘛 所以我觉得包覆不重要 因为包覆随时可丢 但是熟悉一定要学 熟悉上来了 上任的才学我觉得这个半生不熟 这个服不了人 一定要从业内 从司法界内 尽量去找 那么多的人怎么找不到呢 太奇怪了 而且我觉得有很明显的例子嘛 先前王清风 他是个好律师啊 他是个好的人权律师啊 但是他是不是个好的法务部长 后来发现他面对这个法界当中 这些人事之间清嘎也好 食物上面的一些梅膏也好 他其实真的很难掌握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 你说学界来做这个事情 他就算有些理念上的认知 跟试着说 因为老婆也很熟 我也大概亲吻一些 但你真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他的风险会很高 我打断一下 卸在权是司法之物 很熟也很懂 卸在权不晓得 司法权哪些好哪些坏吗 干过法官 干过院长 干过 他都知道 其实司法权哪个好哪个坏 问记者就知道了 问好司法权记者 就大致都知道了 可是记者没办法做改革 不会很熟嘛 他的重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要扮人 他确定是好好先生啊 人家都已经叫他好好先生了 扮人是怎么办嘛 那其实扮人 也不会那么难 一般人老是人认为说 我一定要扮到你罪证确凿 才能把你组出司法圈 在我看法不是这样的 不用到这种程度 不必嘛 我办到他有分外情 就不能把他组出司法圈吗 现在这个北极组还是调查局 提供给记者 那麻辣的新闻什么到哪里 又吃什么西餐 又是带人去车证 又去旅馆 把这些搜证的东西偷偷给记者 周刊登一登报纸登一登 院长把他找来 外面写这么难天 你赶快不要干算 自己吃出去转律师好了 什么到处办到你很麻烦 也是一个办法 只是说这个手段 没有那么堂堂正正 那你说法官每次你都一定要办到罪证确凿 为什么跟监监听那么久 才办到目前这四个 一个检查官三个 三个罪官 不是还有卫报弹啊 卫报弹 所谓卫报弹 我是告诉你 根本就报不了了 报不了啊 协文殿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个卫报弹就是 我们当初就提供给法务部 政控单位说这些人 生活啊原型 跟一般法官不太一样 有问题的你去给我查查看 如果查得到早就报了 那现在都没有报好报 他会继续再去收钱让你抓 会啊 所以说所谓的司法改革这样程度 如果说卫报弹都报不了 其实大家都在看啊 现在所谓的一般小老百姓 他们不懂所谓的司法改革 到什么程度 好现在说有卫报弹 大家都在看 到底能不能够办得出来 到底能不能够找出来 能够宣誓这个所谓司法改革的决心 到底现在是这个 按照这个动作之后 后续的发展 大家在看马总统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